嗨 大家好 我是漆娃 今天做一个酱油炒饭 酱油炒饭 酱油炒饭 对 首先就是准备一点隔夜饭 就是剩饭嘛 一定要那种散的哟 不要那种很硬的 硬板板的炒不出来那种感觉 一定要准备这个饭是散的 然后准备点芽菜 这个饭比较多 芽菜也多一点 好了 然后把这个蛋白跟蛋黄分开来 哦哼 它漏了一点紧价 关死 真的呀 看嘛 真的 该是行的了嘛 我都没有打烂了 那大方自己都在那样 那没行的那就离不出来 这烂 大方是 快久了 快久了 里头是散的 不得 那种我就一哈打里头拿散 看大方都一哈紧价咯 因为这个蛋它是散的 所以说 那个蛋黄跟蛋黄就不是那么好分离开来 可能也是我的技术问题吧 找那个背锅的 反正如果分开炒的话这个口感会更好 好 然后我最后切点葱花就可以了 然后我最后切点葱花就可以了 还是老规矩 拎着它的耳朵转圈圈 加入适量的油烧热 加入鸡蛋炒香炒碎 你们可以蛋白蛋黄分开炒哟 这样你会发现不一样的taste 这是我师傅说的 炒碎之后加入芽菜一起翻炒 炒香后加入米饭 再加入一勺明油 开中大火继续翻炒 重要的步骤来了 加入生抽酱油从锅边淋入 继续翻炒一会儿 炒这个酱油炒饭真的要很大的逆气 最后加入葱葱 炒出香味就可以出锅啦 这个饭好香 有点香 很香 这个饭炒就三三四四多的盐 散开看前面炒的酱油炒饭 炒一点点嘛 嗯 来嘛 来点 我感觉是好吃的哟 我闻的都有一点香 嗯 你吃了一样子啊 嗯 一样子 你吃哈哈伯娘 好整 一样子也有咯 伯娘还没有吃又是好吃咯 你没有吃 我上了狗的 先去中了的 嗯 也有味合适 嗯 好吃 嗯 这就是肯定的很吃的 嗯 你拿换换换 来 因为这个饭它是一粒一粒的 很三酥 所以比较好 你看 没吃多多 完全是很三酥的 好吃 就是有点整整 吃这个烂茶吧 最小的有点汤 嗯 我不跟南瓜去烧了点汤 那你烧了看嘛 嗯 给你倒我一下 吃慢点哩 可以吃一种 四伯爷 我还要吃 这个蛋饭吃起来 你看 喝口开水晒的 喝口水 感觉都已经 都通话那个通道 是不是 那不 嗯 今天这个大炒吧 可以 就是很分力 要一直点锅 一直炒 不然的话 它就会炒成一坨 必须要颠起来 它就可以了 嗯 三十四伯爷 嗯 其实我这个饭啊 跟我师傅的不一样 因为我改了一点 制作主张改了一点 改了个名号是不 对 就改个名字嘛 给它改成 就是里面有蛋嘛 就是蛋炒饭 就加了点酱油 就这样子的 但是很好吃 我师傅炒的呢 也很好吃 肯定我师傅炒的比我炒的好吃 求生育好强哦 我感觉我的求生育 你还要做生育师傅啊 嗯 我还要做生育师傅啊 你给我来教的我呀 是吗 我吃饭了 来 这个东西很耿耿 嗯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都吃完了 我也吃完了 我马上 吃好吃 这个东西整整 你再咬这个水果好给你哦